斯命和三殿下下棋,得知帝君近日爱上钻研厨艺 三殿下为了让斯命帮他尝试帝君的厨艺,便邀请斯命一同去太成功 斯命中了三殿下的忌,吃下鱼后便向中了毒 帝君看到这一幕,面带笑意出了太成功 凤九看到帝君的笑容后开始饭花痴 却被前来的宫女告知,帝君一笑绝没有好事发生 凤九被安排送木蜂蝶到公主房间 却不小心让蝴蝶沾了水,木蜂蝶突然变化 让一屋子的人乱了手脚 公主施法变回了蝴蝶,并罚凤九去打扫荷糖 凤九偷偷带木蜂蝶治疗伤口,却弄坏了帝君的笔 凤九拔下自己的狐狸毛,帮帝君做了一支新笔 帝君找到了梦浩,想要救他出来,却被拒绝 此时魔君想让自己的妹妹与帝君成婚 妹妹犹豫,魔君让妹妹考虑一下 帝君回到宫殿,正在扫地的凤九又犯起了花痴 却被知鹤公主看到,让如玉把凤九推下了水 并告诉凤九只有把池边的菩提叶扫完才能留在宫中 这显然是一场阴谋,菩提叶怎么也扫不完 正当凤九懊恼时,木蜂蝶前来帮忙,帮凤九完成了任务 知鹤知道后很吃惊,要杖醒凤九并赶出宫殿 还将木蜂蝶丢进池中 丛林听到肠闹声出来帮凤九解了围 凤九独自在池边为木蜂蝶哀伤 一会儿却跑去用无忧花做了糕点来吃 连宋殿下和四面新君前来与帝君论道 殿上知鹤暗地向帝君表意,却被帝君打断 帝君让大家尝一尝自己的手艺 三殿下吃下帝君做的鱼后横吃痛苦 厨房人手不够,凤九被叫去送糕点 却不小心打翻了糕点,便自己做了一盘准备送去 半路却被知鹤拦下 在知鹤的阻挠下,凤九还能见到帝君吗? 预知后事如何,请登陆腾讯视频搜索三生三世诊商书速看吧 监情